大家好 养桂花的话应该都知道桂花呢 它的叶片啊啊是比较油绿的 而且这个叶片的话相对是比较有质感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养活过程中发现你的 桂花树的它这个叶片啊 这个叶间呢出现了胶枯的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空气太过干燥 桂花它是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所以呢 如果空气太过干燥 叶间就会胶枯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喷洒水物 来增加空气湿度 特别是像现在夏季 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喷漱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这个桂花啊 缺乏了一些微量元素 比如铁 煤 蒙 芯等微量元素 都会导致夜间出现这个胶枯的情况 所以我们大家在给你的桂花 给它施肥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纯粹的只用化肥 用肥呢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有机肥 比如呢 大家可以用这种洗栓植物线有经养液 桂花呢它是洗栓的 我们呢 这样既补栓又补肥 而且又补充了比较充足的这个微量元素和蛋里甲元素 那么你的植株呢就不会因为缺乏微量元素 然后导致夜间胶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病害导致的 那么这种病害就是真菌性的这个叶斑病 然后就会导致夜间像这样子出现胶枯 那么我们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及时的给你的这个桂花呀 喷散一些杀菌药 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病害 第四个原因的话就是土壤啊太过干燥 因为根系啊 它没有办法吸收水分养分供给持续生长 那么叶片就因为缺水啊 然后就导致它的夜间呢 尖端先开始出现胶枯的情况 所以我们养护桂花时候喷土一定不能够长期缺水 一定要给它及时的补水才行 第五个原因的话呢就是 久雨放晴 那么你的叶片特别是一些嫩叶的话 它的含水量比较多 如果突然放晴的话呢 水分大量的蒸发就会造成这个叶片呢 它的这个尖端呢 先干枯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日常养护桂花的时候 这个桂花呀 夜间呢出现胶枯的原因 我们呢养护的过程中呢 大家及时的避免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